来自新竹的游客分别搭乘两部自小客车 要到苗栗大湖去采草莓 途中接连遭到后方一辆乡型车追撞 因为猛烈撞击力道 导致其中一辆小客车 车内驾驶跟乘客三个人受伤 而一名女乘客还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前方后置明明是红灯 但后方突然有辆乡型车失控往前冲 猛烈冲撞两车后窜出一阵白烟 车祸现场一片凌乱 银色自小客车后座完全变形 可见撞击力道之大 另一辆蓝色自小客车 车身也被撞到明明茂茂 警察人员货报火速赶到 伤患陆续被抬出送医 迎车后座两名女乘客伤势严重 其中一人救出时失去呼吸心跳 包含男驾驶三个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被撞两部车驾驶和乘客都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 元旦凌驾过后相遇从新竹出发 去大湖采草莓 没想到却在途中遭遇车祸 车子你开的啊 怎么会这样子 是打瞌睡吗 没有 就你一个人 对 肇事驾驶尽管没受伤 受到严重惊吓 一度连话都说不出口 怎么也没想到在运草莓途中 居然车辆失控 冲撞要去踩草莓的游客们 两名受困在里面 我们用破坏器材 协助救护车把伤患救出 索性经过医院抢救 一度失去神秘迹象 女乘客已经恢复心跳 三车驾驶经过酒侧都没有酒精反应 详细事故的发生主因 有待警方调查厘清 记得张欣姐苗栗报道 您会记得张 descri Anfang 咱 啥 咱 咱 咱